佛教是援引印度 但是到其他的國家地域 它會有本土化 可以說漢傳佛教 它也就是跟中華文化、中國文化而結合 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主要就是儒家跟道家 儒家道家是非常重視信事的一種利益 所以我們在禪修裡面 就不太談過去未來 而是重視於現在 怎麼樣對我們身心有幫助 所以我們六祖壇經 也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 六祖壇經告訴我們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密菩提 恰如尋徒講 所以我們可以說 慘傳佛教 重視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應用佛陀的慈悲跟智慧 來幫助我們自己 同時也可以幫助他人 這是非常好的修行觀念 修行方法 那我們不用就太可惜了 那就成為我們創辦人所說的 從小體驗佛法這麼好 那告訴我們 佛法這麼好 知道人這麼少 誤解人又那麼多 所以當老人家就積極弘揚佛法 而且你看寫那麼多書 而且就是以禪修 然後辦交易 來培養人才 所以幫助很多人 來應用佛陀的智慧 跟佛陀的慈悲 我們幫助自己就是用智慧 幫助他人就是慈悲 那怎麼樣來幫助自己呢 我們的身體 事實上就是佛教基本的 我們叫做 試念處 Full mindfulness 試念處 我們隨時隨地 可以知道我們 就是body 我們的身體 我們身體是怎麼樣狀況 那我們很能夠清楚 還有我們的就是 觀受 feeling 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隨時隨地 也很清楚 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也可以進一步 那就是呢 可以 我的心情是怎麼樣 那現在 我們基金會員提倡了 就是emotional balance 就是一種情緒的平衡 這非常重要 情緒的平衡 幫我們呢 穩定身心 而不是一直偏用我們這個 左腦 左腦分析 它比較一種呢 commitation 要競爭的 但是那個 右腦是讓我們比較能夠呢 直覺地 來生活 就是intuition 直覺地 來享受我們人生 來分享我們人生 而不是一直在競爭 在要更多的財產 要更多的富裕 更多的就是凝癒 那這些就帶來給我們呢 壓力 所以我們透過禪修 可以讓我們放鬆 而且可以讓我們呢 給別人 blessing 就是幸福 所以禪修非常好 那基本的方法 也很容易 比如說就是隨時隨地 能夠保持relax 放鬆 那進一步也可以呢 感受自己的bless 呼吸 知道呼吸在哪裡 所以我們師父有一句話 就是只要有呼吸在 就是呢 就是生命最大的幸福 因為我們的存在 都是因緣的存在 我們佛教講的就是independent 就是呢 我們沒有獨立的自我 都是因緣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一分鐘的生命存在 都很多很多因緣在support 所以我們能夠以感恩 我們一方面來享受人生 一方面呢 可以體用我們人生 我們到底自我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放下很多外在的 包括財富啦 寧欲啦 或者地位啦 或者財產啦 因為這是外面的世界 那內在的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能夠運用佛法 我們禪佛教 我們避避避避 就是保持在善在 享受現在 放鬆現在 然後可以 也可以注意呼吸 享受呼吸 或者也可以用念佛的方法 比如說漢傳佛教 也可以念觀星菩薩 念阿彌陀佛 那這樣可以come down 讓我們心可以平穩 平定 平定之後我們的心下 也可以從這外向 回到內向 那這樣的話 我們呢 可以呢 從競爭當中 回到穩定的身心 可以思考我們 更內在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怎麼樣做 能夠更幫助自己 也可以幫助他人 而不會隨波出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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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